包包合集第二弹 Let's go 我手上这一支呢 是我2019年买的一个当季款 它是一个Chanel的小腰包 这一支呢就是整个氛围很日系 比较可爱吧 非常适合秋冬的时候 你穿着毛衣去搭配它 就可以搭配出软肤肤的感觉 它的这个包身表面呢 超级舒服 摸上去很软的羔羊毛 和有一点点亮的 做旧的这种小羊皮 拉链前面是这样 这支包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进店里一秒我就相中了 那每到冬天呢 就是各个牌子会出那种毛绒绒的包包 比起整个包对毛的我更加喜欢 它稍微有一点皮质和它搭配在一起 就会更加能够接受岁月的洗礼 比较不容易看腻 整个包身比较软 所以其实是比较能塞的 包面的这一面皮其实是蛮薄的 你看 然后也是有一点点毛毛的 另外一边是毛和Canvas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口袋 那它的背法的话 腰包呢可以作为秋冬的时候 挂在搭衣上或者挂在西装的一个小装饰 放得下手机和钱包 如果你不想把它当腰包 还有另外两种背法 你可以直接这么背在身上 也很随意 很可爱很酷酷的一个感觉 这支包我秋冬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背到前面来 因为它里面放的东西以后 它就有点重 正好呢 你可以胯在身上这个位置 自重又很轻 还有一种背法 我刚刚忘记展示了 给斜胯配到前面 现在肩带我是放到已经是最长了 它就可以当做一个胸前的这个小siny pack吧 我觉得反正这个包对我来说 我一直觉得它很特别 柔柔奶奶的一个氛围 喜欢 我现在身上这个就是叫Soul Black 就它整个气质给我是 有点像神奈奥珊尔给我的气质 比较 没有那么的淑女 不拘小姐 然后比较酷 其实你说低调 因为它全黑的嘛 包括logo链条等等全黑的 但它又是那种亮亮的感觉 首先包括链条 是那种很shiny 然后这个logo也是 力纹小牛皮 让它这个灵格纹看着很饱满 存在感很强 比起小羊皮的话 链条呢 又是有这样子双层链条 很酷的一个设计 logo掉下来神奈 表也特别特别大 它后面是有这样子的扣子 非常方便卸 卸下来以后 它就可以单用做一个 小卡包或者小钱包 这呢 恭喜你多了一条腰带 不过你不喜欢把它做一条腰包啊 你也可以把它背在肩膀上 只不过这个链条 可能有点错误复杂 希望你不要被自己链条 拆绕到一起 就蛮酷的给我一种 纳梅未来感的一只包 很不太CANEL风 就看着不是那么那么的高贵 你只想随心 酷酷自然的散度力的感觉 我还蛮喜欢这个包 用的频率也很多 只不过要看 就有的时候 你太舒逆的时间 它就有点怪 它一定要和比较野生 然后松散一点 用来练的衣服搭在一起 比如说像我现在那边 我就看着更和谐 它这个LOGO 真的很有意思 虽然是黑的 但是亮到又低调又丧气 TOP PANDEL 小羊皮位置 就看起来非常柔软细腻 接下来有个LOKON 设计的双CLOGO 和现在新出来的 就是小牛皮 然后林格文 非常饱满 很有存在感的那种TOP PANDEL 不太一样 这个会看起来更复古一点 更女人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它的扣子 以及五金的部分 我觉得它五金呢 比较没有那么的黄 有点偏白 侧面是这样子 有点风情 是有三层 扣子打开以后 里面呢 是这样子的 是米色的一个 内饰皮 这款我也是蛮喜欢的 放在身后呢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把这个链条收起来 然后放在里面 从上往下看的话 它前面会有一个Chanel的这个标 也是偏白的那种金色 不是太张扬的 这样夸在身上 我觉得也很好看 我一直想到双CLOGO 这种镂空的设计 扁扁的 侧面是这样 侧面也很好看 这只TOP PANDEL 我真的很喜欢 下一只这个小包包 我觉得它的装饰性更强 有两种我平时搭它的方式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绒布的面料吧 当时好像袖子也有人过来 那我呢 比较多的优化方式 一呢 当做一个非常低调的小腰包 它这个链条是属于黑银搭配嘛 扣子也是的 整个就写得非常不起眼 而且它的布料 这个感觉也是比什么荔枝纹呢 或者小银皮看着更低调 更随心一点 所以它这个搭配呢 可以搭配在这种 比较单薄的一件衬衫上就OK 或者另外一种呢 我把它系在袖子上 就作为一个让你平平无奇的一个衬衣 稍微多一点点心思 多一点装饰的一个感觉吧 也是装饰性 多个使用性 通常我是不会找代购买包的 这只包我当时看到代购发 我就整个 I need to have it 它是一个用处 真的很大的手机包 首先呢 它的链条 其实自重是很轻的 这个外形很讨喜 非常增加你这个穿衣的层次感 它里面内包的是一个 柔软的小羊皮 非常细腻 然后外面是这样子 黑银的链条 缠绕着整个手机包身 就整个拿在手上就看上去 又很有质感 又不会说太太过于扎眼 也不会影响你正常 再去拿一只另外的包包出门 就不会让你觉得说 整个人看你too much 它是Lady Dior的这一款 就是代购包 它非常有名的嘛 而这个是七格 而且我当时来说价格是3000家 比赛已经7000了 我不怎么用它 所以你们很少看到我发它 因为它的确是和我衣柜 就很多衣服撞不到一起 你真的一定要穿 冬天的时候黑色大衣 就比较酷 圈黑的一个风格 配它才会有一点点甜酷风出来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包 整个形状 每一个那种小球球 就非常像查理外的这个poppet 就非常的圆润饱满 有点甜 它呢还有一个点 就是每次我用它的时候 朋友找我肩骨手霜 我就幸福到 因为天气冷的时候 它有点硬 你就要伸进去 它这个拉链本来就是不够柔软 你就会很卡手 这个是戴飞光一直都有的一个问题 那里面的配色是红色的 叫红黑搭配这个 就是蛮经典的 而且你看这个小羊皮的感觉 比较柔软 然后又比较lady吧 就反正很正统 然后我第一次被它种草的时候 是看Gossip Girl 它是红黑搭配的 然后我想要一个大一点的size 就是这种七格的 所以一直留到了现在 不过我现在呢 就有一点点想拿出雾掉 因为我看妆了 Dior另外一支叫Dijui 它这个皮非常亮 我想跟五金 这个金呢 也非常的红金黄金的那种感觉 金灿灿的水 金钻的那种制裁 配它就 哎 配得非常非常好 带着呢 也是他们家的一支经典款 就是Dior这支马鞍包 我买的是帆布的这种毛花纹 这支包我在Dior包里 使用率还蛮高的 因为我有很多白色的衬衣 而且我觉得Dior包 很多都适合搭 稍微真同意的衣服吧 我还给它入了一条长长的肩带 黑色和亚麻的平色吧 然后另外一边是 亚麻面会有多一点点 配上那条以后 它就会看着更帅气了 我还挺喜欢这支包的 而且关键是 它又还蛮实用的 很能装吧 首先呢 它这个包面上面有一个CD 然后是这种非常饱满 很做旧的金色扣口 打开 它里面其实是暗口 吸铁石这样吸在一起 里面呢 也是这样子的米色系 蓝布内衬 还有一个放钱包的 卡夹的地方 然后这个形状 就是还蛮难装东西的 像我平时要出一个block的话 我也背它不会有什么压力 你看后面一层 可以放我的手机 然后前面就可以放我的相机 三两两架 还有我的钱包就完全OK 这个包呢 自重也正常 就不是说很轻 特别是我现在带链条 就自重OK 整个背得实际上也很舒服 所以这个包我还不错 很喜欢 我自己感觉这个包给我一种 不信一样 流浪民族的那种自由闷放的感觉 特别是配上粗电条 非常artistic 如果你想要入马拉包的话 我会觉得老花文比其他脸色 黑色 谈破色之类的 会更卖看 接下来呢 是我非常喜欢去beach啊 去picnic 海滩沙滩包吧 这个很大的told 真的是能够装下一个世界 它是这样的繁布的 并且有绣花刺绣 是2018年的款 好像 但现在我看网上还有卖的 然后它这个配色 我觉得很干净 看着是那种灰色 灰灰白白的 而且非常耐脏 我自从有它以后 我去打桥木屋啊 戳这种 就打着它各种 往地上一放一甩 它底就是没有任何活的 比较硬挺 比较织嫩 所以它放在你的衣柜里 不用任何能力去塞住 它就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你可以把它背在身上 或者人人的 就是只能拎着 那你问我 它是不是很方便的 一个妈妈包呢 其实我觉得 一切 你这样动 它容易滑下来的 都不是很好 像妈妈包 但是我觉得 你平时拿去pintic啊 或者是需要 就是放很多东西 短期出差 带马是ok的 就不能长时间的拎着它 会比较重 我这次的大小是最大的好 看着飞翼一样的干净 又和我的头发撞到一起了 它能放什么呢 就是你平时 如果去咖啡店要工作的话 你可以放电脑 放好几台在里面都没有问题 真的就是能装整个世界进去 可能每个人对于包自重 轻和重 这个标准是有差池的 因为像我 就是已经很习惯拎重的东西 就我觉得日光用的还蛮轻的 如果你出差 你要把它放行李箱 两个可以把它叠成这么小 放在行李箱的最底端 然后再往上放 就不是很占 第二这一点 我觉得很好 就很适合出去旅游 拿去各种磨损 发达的话 这个包 我现在还是很喜欢的 虽然有一段时间了 像风潮也已经过了 但是这个泡泡包 真的很easy 它在你任何 比较作拉 或者是很随意 或者是睡衣身上 它都不会觉得奇怪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衣服 我一穿它 就整个街头风出来了 随性休闲 风懒的那种感觉 就很好看 然后又很转 又还是反顾的 我一直都挺喜欢 Prada他们家的 标那种黑银的搭配 包括我之前买了一个 打头发的 也是这种 RE Nylon RE Addition 这种尼龙的质地的 就比较有弹性 可以各种往里塞东西 然后肩带的部分 也是挺舒服的 从来没有觉得 它有任何的不适 而且这只包 我觉得还算防滑的 就是这个肩带的设计 像我现在这种衣服 只有一口滑马 很多腌下包 就容易 一顶 我掉下来了 这个包就整个还好 侧面就是这样子 非常不起眼 比较运动款 很年轻的一只 里面呢 没有什么花样 这种一层 有个Prada的标 因为我很喜欢 Prada更加 买了一个邮差包 这个呢就更方便了 也是你平时出去 春游逛博物馆 就需要装东西 然后又需要你的 解放双手 这样子的一只包 这一只包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蛮好的带玩包 除了你里面 不能放太贵重的东西 因为它比较难扣 它这个扣子 是没有任何暗扣的 它是真的 你要是真的 把它扣起来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穿进去 然后穿到洞里 而且还有两条 我从来都是不扣这个东西 因为就太麻烦了 很轻松 很随性的一只 春游包 这只包呢 我感觉 已经又烂了 在我频道里出现了 1248万次的那种 这是DV的这只云朵包 然后我是2019年 还是2020年入的吧 就反正很着重的 每天盯着它使用了两年 但是说真的 现在我感觉又 好像用的比较少了 这个呢 有一点考虑想要除掉 因为我真的就不太用它了 适合宴会呀 酒吧呀 就这种手拎包 然后形状呢 就像云朵一样 非常慵懒 随性 非常像Lena Rosé的毛宝宝沙发吧 我感觉它俩 似乎出自同一个设计师 就反正很慵懒的一个感觉 然后它真的也很能装 但是呢 它没有任何的链条 所以说 真的你只能出席宴会 点到点距离的去使用 非常容易 有长指甲刮到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皮的质地 有点点像Sully Box By the way 我两个Sully Box都除掉了 就Sully Box 现在已经不喜欢 不用了 我就觉得很像Sully Box 那个皮 就是一点点刮蹭就能蹭到 并且还有防晒霜啊 以及粉底啊 你看它就是很容易蹭到这个皮 像这样焦嫩的一个皮 另外一支呢 就没有打算出海 但是比较喜欢的一支 就是mini Jodi 我也蛮想看看其他size的Jodi 看着很舒服的 这一支也倒是真的 也不能太装什么 里面是这样子白色的皮 然后外面呢 是白色的编织纹 非常的软 你用久了以后 你会看到这个皮 有点活的飞起来了 然后也的确是没有 刚买回来的时候 那么白了 我现在身上这个白身衫 就是纯白纯白了 它就是有一点点灰色掉在里面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mini Jodi 我觉得 我每次在下它 我是天使 给了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感觉 它形状是这样 比较规则的一个弧性 所以它拉面 其实没有说很顺 让你很轻松的 很顺滑就能拉上去 它的气裙呢 是属于比较适合搭 破型的裤子呀 就整个非常minimalism 比较有垂感 设计感的一些衣服 就跟它搭配在一起 很和谐 接下来的一支Toff包包 这个包包呢 是那种拿铁色 有一点点饭橘 外面有缝线 是这种同色系的 这颜色我觉得很好看 它是跟包先生的一个联名款 没想到我使用率真的很多 我感觉我对它稍微有点滤镜 我还蛮喜欢这支包的 我很喜欢它皮质 那个硬挺的感觉 特别是在秋冬的时候 你穿皮衣啊 跟它搭配起来 就是有一种机车风 就还蛮硬朗的 都不是酷 是那种比较成熟气质的硬朗风 这个颜色又是那种 有点奶奶的 非常柔和 那搭配浅色的衣服 也是很OK搭的 所以这支包 我使用率真的很高 侧面是这样子的 后面看是这样子的 就很好看 我每次背这个包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问的 它用的是银色的这个链条 就整个让这个包看起来很底调 包括它logo也是 里面呢也还算是能装 皮质是比较硬的这种 自重又很轻 各方面我觉得都还蛮优秀的一支 持有率很高的一个 另外一支Toss 我秋冬用了很多 它这个皮呢 有点像爱马仕的Tobo皮 它的皮非常的厚 就很有质感的一支 然后这支包呢 我是觉得它真包 比起照片 以及比起我现在相机给你们表达的 会看着更有质感一点 因为它真的皮比较厚嘛 有点像奥迪的这款包 或者是爱马仕的Tobo 那颜色呢 就是焦糖 马其裸色 就非常的秋冬 很厚重 很温暖 然后又很气质的一支颜色 形状呢 也有点点像马安包的这种火圆形 我这个大小是median 我背在身上就这样子的感觉 侧面是这样 然后后面是这样 是不是 就很好看 这一支 我每次背它出去 因为logo也是更不明显 就这个小小的一个Toss T 在这边看到吗 就是非常不明显 但是真的很多人都后攻 我这个包是什么 就有些包它是那种设计比较简单 然后皮质比较好 所以在路上会比较洗净 你平时冬天穿大衣的时候 真的每一件都可以配得非常好 非常合心 里面呢是这种帆布 这个形状也有弧形 跟刚刚我说的 VV的这一款也是 就是它这种有弧度的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规则 拉起来不会那么顺 它真的很能装 就是电脑啊 小李啊 以及iPad啊什么 就如果你出去办公 装这些东西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因为它皮质比较厚重 你可以看到 它自重是蛮重的 当你放了电脑和iPad进去 它整个就是很沉 而且它这个外缝 白色 这个contrast 就是看着很干净 成熟稳重的一款吧 这一支 Turney用的比较多 它是Toss的这个 Timeless系列的 这样子一只小小的包包 然后也是 跟刚刚这个类似 焦糖色系 但是我觉得会更 棕一点点 这个有一点点偏 橘调在里面 然后中金这样子的配色 Toss这个五金吧 我觉得它是 做的有点旧的 有点像Dior Maranba那个 这个还蛮好看的 它小的一只包 很可爱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侧面是长这样 前面这样子 扣子呢是这样子 比较厚重吧 打开以后呢 起皮的 摸上去也蛮有质感的 然后中间这一层 就很柔软 你要放点什么东西 在里面 不会卡手 这个面 莆名其妙我很喜欢 有点像一个小颗框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白线外缝和这个感觉 就是配搭在一起 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后面还有一层 你可以放你的卡夹 但后面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你也可以手拎的方式 它的品牌 有一点点类似 Goyard这种风格的 叫做FLP 油拆包 因为它有一节老花纹 和这个黑色皮的配色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油拆包的 感觉和Prada 这种随性随便的那种感觉 又稍微更正同一点了 就还蛮酷的一只 上面也有一个手柄 后面呢 有一个口袋 它就是很适合放相机 因为它这两层是有海绵垫在里面的 所以非常的软又很厚 可以把你易碎的东西保护在里面 扣的方式是这样子扣下来的 标志很浅的刻在里面 就是整体来讲比较低调的一个窝窝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期 很快速的我的包包合集 PART 2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在旁边跟我们点赞 跟我点鼓励 如果还没有关注 我可以点击旁边关注 包里面 如果有更新的话 你们收到提醒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